下一項應該是Oscar 下一項應該是Oscar 下一項要挑戰奧斯卡 開玩笑 開玩笑而已 哎呀我講話你真的不要太認真 黃秋生營地入帶下降奧斯卡 佳靜雯上下旗開現場讚嘆聲超大 你可不可以有一份不要那麼性感的工作啊 佳靜雯擔任第59屆金馬獎頒獎人 相信大家被辣到的瞬間 肯定跟珊妮老師一樣瞳孔地震了 除了最辣頒獎人 還有氣場氣質兼具的張愛嘉 69歲的他相隔36年 一登火藍山拿下人生第三座影后 其實這幾年我真的是很習慣坐在下面肯大家得獎 謝謝評審委員 謝謝金馬獎 我會繼續努力的 不過有眼尖的觀眾發現 盛裝出席的張愛嘉項鍊上似乎Q格 燒了一顆藍寶石 差點就要啟動地毯式搜索啦 好險他後來解釋 原本那裡扣著一顆恒大的墜石 因為覺得跟服裝不搭所以才拿掉 也故意用粉色皮肩折住項鍊 笑說沒看我一直在折嗎 在想他們為什麼叫我來頒這個最佳男配角 大概是因為我拿了三次 可是我會努力的 我一定會有一天 我會摸到那個男主角的馬 A 這下終於馬到成功了 黃秋生曾以響飛 無間道 頭文字滴三度獲得金馬最佳男配角 睽違23年再度被提名的他 如願以白日青春中 飾演70年代頭渡到港的計程車司機 把金馬影帝收進口袋 而順帶一提安順大哥的介紹台詞 實在用得恰到好處呢 我真的不敢相信 實在我沒有準備要講什麼 等一下我就亂講 從新的導演對我來說 好像有點運氣 我以後拍片都找新導演 我記得很久很久之前 多年之前有一次是男主角的時候 我過來 從香港過來 然後我就帶了一個空的行李箱 我媽媽問我 你帶這個空的行李箱幹嘛 我說我去買書 然後果然我回去我輸了 我等了這個金馬的男主角 好多年 我最想告訴我媽媽 我終於得到了 可是 我媽媽已經不在了 我們一起哭好嗎 Butter黃秋生本人潮淡定 反倒是被帶上台一同領獎的 同聚把吉斯坦素人同心凌諾苦爆了 到時候他未來他就是我 八十四坦的周圓坦 為什麼我們是八十四坦的 對啊 周圓坦有錢啊 手機都不太敢打開 因為很多人恭喜就是 就是還沒時間心情足以回復這樣 很多女孩子肯定是 我真的老到我自己不敢相信 我告訴你 這個完全不是化妝可以拿出來 我是老到眼睛有一層面 我看起來像我媽死之前的狀態 你覺得他們是不是在後期 你覺得最有什麼強的 我們沒有預算做這麼強大的後期 下意識應該是Oscar 下意識應該是Oscar 開玩笑 開玩笑而已 哎呀我講話你真的不要太認真 難得影響到17位評審全部投你 喔喔喔 那我去美國告訴人家 接著情報 hazards closure unemployed 遠賺 環節 ض 你 然後 兩 continu 過 報告 感谢观看